咱们三个喝口吧 一天就到家 我跟你我唱 你有咖啡梦 有没有永山树林的味道 这还是个豆腐呢 欢迎回来《音乐咖》 作为一个咖啡迷 我街头采访过 路人知不知道云南咖啡 我也亲自去过云南的咖啡产地 所以说我怀着很期待的一个心情 去看了《一点就到家》的一个手印 今天我来聊一聊 我对这部电影的一些看法和思考 整个故事的背景 是发生在云南普尔的一个村子里边 以三个年轻人为主线 讲述了他们合作努力 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首先介绍一下影片的主要的三个人物 第一个是在北京打工送快递的彭秀斌 是彭玉畅事业 他辞职回到老家 想要在云南创办一家 属于自己的快递公司 另外一个是在北京创业失败的 要跳楼自杀的魏晋北 是刘浩然饰演 受到彭秀斌的感染 要一起和彭秀斌回到云南来创业 李绍群是音访饰演 他自己就喜欢咖啡 沉迷咖啡 沉迷咖啡的种植 烘焙 品鉴 出于自己的爱好 就是一直想证明自己能种出好的咖啡 他五年前回到自己的老家 不顾父亲以及村民的反对 砍掉了茶树 改种了咖啡树 和自己的父亲以及村民闹翻后 一直住在自己的咖啡店里 回到剧情 现实很残酷 秀斌回到老家后 发现老家的生活购物方式非常的传统 大家买东西 依旧还是跑到村里边的小市场 电商购物在村民的眼里 还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东西 于是他们想在老家推广 电商购物的生活方式 顺便就把自己成立的一个快递公司 业务就带起来了 魏晋北出于好心 一直帮他出主意 成了他创业路上的合伙人 整个电影前半部非常非常的轻松愉快 笑点连连 这里我就不多剧透了 然后影片的后半段 三个人因为一家叫星雀的咖啡公司 想要收购自己种的咖啡 产生了分歧 李少群和彭秀斌坚持自产自销 魏晋北则是想要把咖啡 直接600万打包卖给星雀 对了 星雀看的这个名字 是不是觉得有点那么的耳熟 我知道编剧肯定是在暗示点什么 闹了分歧之后 魏晋北他回到北京后 有一次他去咖啡店里面见客户 咖啡师就端上了两杯咖啡说 这是中国云南的咖啡 他的客户当时就说 你是不是不懂咖啡 中国咖啡也是咖啡吗 我想应该就是这句话 让他彻底的清醒了 也明白 为什么另外两个合伙人 要坚持做自己的品牌 不愿意被星雀收购 也让他自己明白 做生意创业 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那些数字和利润 能够真正热爱自己所做的一切 才是价值的体现 于是也驱使了他想要再次回到云南 重新开始他们的合伙事业 后面他们三个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特长 改善咖啡的种植 提升农户的管理 通过李佳琪的电商来直播带货 把自己村子的咖啡卖到了全国 有没有永山树人的味道 有 影片的最后李少群发现 有一个咖啡快递 竟然是送给自己家里的 原来是他父亲买了他的咖啡 于是他亲自把咖啡给他父亲送了过去 当时他就做了一杯咖啡 要给老爹秀一下自己的手艺 做好的咖啡传递到他父亲手中的那一刻 就好像是两代人传承的一个连接 而李少群却对父亲说 此时此刻他想喝一杯茶 父子之间的隔阂和互相的不理解 也瞬间被化解 这也刚好呼应了本篇的英文名 Coffee or Tea 咖啡还是茶 咖啡则是现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而茶则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 这种文化的改变也带给人们一些思考 另外剧中的咖啡甜 咖啡果 咖啡的发酵池 咖啡豆晾晒架 咖啡豆的烘焙 杯测 咖啡风味的描述等等 这些画面的设计可谓也是相当的专业 注意剧中李少群的咖啡的品质真的可谓是精品的品质 发酵池和晾晒架是全红果 注意看 连一颗绿果子都找不到 只有竞赛级别的咖啡果才会是这种品质 如果按照剧中星雀的咖啡的标准 估计咖啡池子里边 红黄蓝绿各种颜色的咖啡果子可能都会在一起发酵 也不会放在晾晒架上晒干 绝逼是放在地上 摊在地上晒干就完事了 所以说导演肯定也是找了不少专业的人员来做咨询和指导 我非常欣赏这部片子传达给年轻人的这种精神和合作的价值观 为了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业 宁可放弃眼前的短期的金钱利益 李少群想要坚持做自己高品质的咖啡 不被商业巨头妥协 因为他知道一旦妥协 他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会被商业的品牌所控制 自己家乡的咖啡也会被贴上原材料的标签 从此隐姓埋名无人知晓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海的街头采访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云南咖啡 这也让我想到了当年的可口可乐 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 慢慢的把国产的可乐踢出局 沦为他们的代工工厂 只能赚辛苦的劳动钱 所以李少群和彭秀斌 他们更愿意做自己的咖啡品牌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自己家乡与云南的咖啡 在影片的结尾有这么一句话 所有的出发都是为了回家 诠释了当代社会的年轻人 在城市的奔波繁忙 很多时候可能迷失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金钱 事业 爱情 友情 亲情 那当这些字眼都摆在都市年轻人的眼前的时候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考虑过 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为了什么 那可能有一天我们在生活的城市 你发现自己迷失了 迷茫了 不开心了 那太紧绷了 那就像这部影片传达给大家的一些思考 那回家待上一阵子吧 或者在深山老林里边清静一阵子 那说不定你就能找到你自己 OK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节目不错 那一定要给个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很快就要见面了 Cheers 谢谢大家